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对决 而且都是在小组赛 更巧合的是全部一球小富 尼日利亚的努力球迷们也都看在眼里 则那天一弄人 夫妇何求 爱根廷从世界杯预选赛到决赛圈的小组赛 在最后一轮 所有比赛踢的都是跌宕起伏 永远在追赶 没有轻松过 后方形同虚设 中间场攻击曲皮软 缺少中场大脑等原因 是这支国家队从未解决的问题 好在他们的斗志和意志还在 也好在他们队内的大牌球星 比一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还多 赐助这天助 小组另外一场比赛 在克罗比亚兵不许认的拿下冰岛 相比早些时候结束的法国对丹麦的比赛 球迷们大呼过瘾 因为相比法国丹麦的丧 克罗比亚人还有点竞技体育的精神 值得让人敬佩 反观法国队 最后一场只要平局就可确保小组第一出现 而丹麦不输球也可小组出现 整场比赛两队不船 不赦 不过 让人失居以逼的默契球 让现场球迷整场狂虚不已 或许站在两队主教练的角度上讲 为了淘汰再有更好发挥 保证主力健康比一场胜利更重要 所以得上对小组最后一轮法国的首发 做了大面积的更换 相对而言 这届的法国对年轻有天赋 但缺乏经验 埃根廷大赛履历过人 解决掉攻击群的整体低迷是关键 6.3022-0-0八分之一决赛第一场 两队谁踢的最不像自己谁回家